我们作为个体的存在 终结于诞生的那一刻 随后 穷尽一生 去迎合世界 嗨 欢迎来到这个世界 W52 你是我们的接替型 而你会成为一位 优秀的编程机器人 51 W51 有我一个就够了 欢迎来到机械生命体掌权的世界 我叫W52 而这是我的故事 学校 一个我们连接上网络 并接收数据来完善自身性能的地方 在这里的每一个机器人都有着他们被编程为的职责 比如说 这位 这位 这是个表演机器人 他的工作就是娱乐其他人 但我不理解 一群机器人有什么需要被娱乐的 这是个管理机器人 他将来会被分配到各种岗外去当负责人 其实他对他要管理的行业 一无所知 每个人都按照社会所要求的发展 去接替自己的上一代 他们说这是完美的 因为这保证了世界的持续性 表演机器人将被下一代表演机器人接替 而管理机器人也会被管理机器人接替 一切就这样循环下去 下周是信息汇报日 请通知你们的前一代机型来参加 并且了解你们的性能情况 凭什么我去52的汇报日 你平时又不照顾他们 应该由我去51的汇报日 但这样大家就得看到我的教育有多成功 所以我就应该去丢这个脸吗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的 我去 这个家里由我说了算 请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 què? Miku? 这是极其稀有的品种 他的花语代表着希望 传说他可以引领佩戴他的人走出黑暗 能够见到他 你一定特别幸运吧 真的吗 你好了解 我叫A.G.F.F.T 我是园艺型号 W.5色 天成型号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编程型号的 这个送给你 谢谢 但我问什么 让我想想 就当时纪念我们的相遇吧 上一个统地这个星球的宇宙 很喜欢上一个星球的宇宙 很喜欢上一个星球的宇宙 但是从我诞生开始 我第一次被人看到了 我想要跟他待得更久一点 好 看鸭 人被灭之后 环境变好了 生物也多了起来 你知道吗 即使是熬基于天际的鸟 也能被囚禁于牢笼之中 但是掩埋于废墟之下的花朵 却能破土而出 茁壮生长 就当我是自言自语好了 对了 送给你 人类之间好像有给重要的人 送你的习惯 诶 所以我是重要的人咯 人类之间 人类之间 光是纪念我们的相遇 谢谢 我希望一切都可以定格在这一刻 但是 他被惩罚了 他们说他的存在 使得我脱离而成虚 我不理解 明明是我想要跟他待在一起 为什么被惩罚的是他 而不是我 他会说明明没有 不 决 Ra 我 我 我 一个编程型怎么可能拍得出来这种作品 肯定是超的吧 这么一道小偷 骗超习狂 你也到时候了 我们也该停机了 那也要有其他行人愿意才行啊 我们给你找了一个 他很不错 至少为了我们去认识一下吧 你还想拖到什么时候 你们喜欢我 好 就那么决定了 我现在去安排你们见面 半辈子都不允许我跟其他型号交流 毕业的一瞬间就喊着你去找人结合 你是W52吗 是 好 我说我将天忧学 是你的相亲对象 交谈后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彼此认受 你是我们的决定 我们的接替型很快就短生了 随之而来的 我们的父母也进入了停机状态 随后 我的人生开始了循环 随后 中文字幕——YK 即使是能凹香于天机的鸟 也能被囚禁于牢笼之中 但是掩埋于废湿之下的花朵 却能破土而出 茹壮生长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